我们昨天有讨论 在恐攻之后 这个俄罗斯现在暴富 痛下杀手 告时丢下去 告时超音速导弹 9到10马克 在克里米亚附近发射 5分钟有人说3分钟 就一下子到了基辅的上空 炸掉的是基辅安全局的大楼 另外还有两套爱国者的防空系统 都被摧毁 据说乌克兰情报总局长 还有乌克兰安全局局长 突然从雷达上消失 此刻处于失踪状态 有很多的揣测 昨天我们的来宾也说 里面会不会还有北约的军官 所以这个地方既然丢这个告时 就表示说我飞炸到不可 不能容许有一丝次的失误 9到10马赫 很快输一下就到了 来不及反应 但这是目前的一个说法 但是乌克兰不是这样讲 乌克兰说两枚告时 我通通拦住了 可能吗 然后还配图 你看到残骸我都有 告时飞弹的残骸 你知道他只要一po这个图 大家就会放大放大再放大 看那个边边角角 看那个细节 所以有军事专家认为 高超音速飞弹很难被击落 除了速度快 还有飞行的轨迹 也会变轨不可测 所以认为靠现在的 这几套爱国系统 要这样拦住 真的不太可能 那书密院10号也说 就算它属于告时导弹 也很难判断被击落 还是击落目标后 自己的爆炸散落 所以告时飞弹今天引发了 各式各样的讨论 在网路上很热 我稍后也请教一下张将军的看法 但是我们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好 所以张将军你觉得呢 这个乌克兰拦得住 告时飞弹吗 我认为他拦不到 因为速度太快 它的9到10倍音速 每一秒钟 它的秒数就3公里 1秒3公里 那从克里米亚到基辅 也只不过600公里 那只要200秒 200秒的话只有3分钟 不到5分钟 3分半就已经攻击到基辅了 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你一分钟是跑 一秒钟跑3公里 10秒钟就跑300公里 200秒钟就已经跑了 我们可以讲到的 跑了600公里 已经命中了 所以你觉得乌克兰讲的不可能 对不对 好像就是一个宣传 对 然后在高超音速 它有两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的时候是 因为它速度太快了 不容易去拦截 爱国者飞弹的话 最快的速度 大概也就是4倍多音速 那4倍多音速的话 它拦截9倍音速的 是没有办法 第二个 在高超音速状况之下 它的弹头已经形成电疆效应 电疆效应专门吸收雷达波 把雷达波吸掉了 雷达波照给它 它吃掉了雷达波 所以根本没有反射了 因为它已经速度太快 已经产生电疆效应 已经看不到了 这个样子 你看不到就没办法去锁定 没办法锁定 你发射的爱国者飞弹 就没办法去打它 因为你是盲目的 锁不到你怎么打 就跟上我们看到 我们打把是因为看到钙钙 钙钙去打 你现在没有钙你怎么打 看不到钙你怎么打 太快了 对是这个样子 所以另外一个 高时飞弹它弹头不大 只有200公斤不大 但是问题它速度太快 所以打下去力量非常大 大家知道车祸的时候 那速度那么快 整个破坏力是很大的 它不是光靠弹头 它的速度那么快 由它的动能产生破坏力 所以我刚刚看到那个 它那个飞弹的那个残骸 我想是它的已经到九倍因素 高超因素了 残骸不会那么完整 都应该碎掉 对 第一个如果是直接命中的状况之下 碎掉 因为速度太快 第二个 它这个掉到地上的时候 速度太快碎掉 所以不会这么完整 那可能是其他的飞弹的照片 有这种可能 你看 这种只有张将军看得懂 它的这个 这两套的 两到三套爱国者飞弹 就是被高时飞弹打到 那我问一下这个力将军 这个高时很贵 比匕首还贵嘛 匕首一枚是一千万美元 它比它还贵 那它是目前看到 这个俄罗斯可以说是 最先进最高档的这个导弹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它要丢高时呢 因为它可能就是要打爱国者 你打爱国者毁掉之后 它没有空防了 这个时候其他的飞弹 其他的这种 超音速就可以了 超音速的巡运飞弹 或者是其他的 空射的飞弹 或者是雷射导引弹 没问题了 那这是一个什么节奏 这是刚开始 对 接下来 先破坏它的整个的防空的 防空体系的力量 防空体系力量完毕之后 将来的地对地的飞弹 或者是导弹 或者是空射的巡运飞弹 都可以发挥它的战果 所以所以俄罗斯言论上 先去搜寻 它的爱国者飞弹的布阵的 所在位置在什么地方 用高时飞弹去打它 去穿透整个爱国者飞弹的防御网 那爱国者飞弹的防御网 爱国者飞弹它的有效的 最大的半径 如果是买好的话 是200公里的 算是很大的站 但是我们知道200公里 你按照我们刚刚讲的 高超音速飞弹 也只有一分钟而已 就过去了 它只要雷达如果能够看到 其实雷达看不到 因为它有电僵效应 跟它的高速效果 这是第一次 就俄罗斯 而且是对基辅 丢了这个告示飞弹 丢了这个两枚 当然它的一个拐点 主要就是这个恐攻事件 恐攻事件呢 当然这个目前美西方 都说就是ISIS可以干的嘛 对不对 那当然重点不是谁干的 而是普丁认为是谁干的 他的认定很重要 然后我们看到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细节出来 包括这个很有趣 说什么呢 说在莫斯科恐攻 这个音乐厅里面 他们刚好拿到了很多照片 照片仔细隔放 就发现不同的角落 都有一些蓝衣人 这个在这个公众活动里面 你什么穿着蓝色运动 伸牙牛仔裤 这是个很普遍的一个穿法嘛 你也不会觉得很特别 也不是黑衣人 还比较受到瞩目 蓝衣呀牛仔裤 很寻常的穿法 然后这些蓝衣人呢 都非常的平静 没有乱跑 也没有惊慌 甚至有个蓝衣人呢 还走向出口 把一个走向出口的女子 再推回她的座位的走道 还有蓝衣人 拿着手机在拍 然后他就发现 他们不时视线 会互相的对视一下 然后呢 也附和高喊关上门 因为发生的当下 当你要关门还是开门 这也是个很艰难的选择 那当然有人负荷高喊的时候 最后就证明了 大家逃不出去 我们先把那个蓝衣的画面 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蓝衣的画面 他有好多张 那这些画面呢 目前看起来很不寻常 但也很难讲 他是不是一个刻意的操作 导播有静态的吗 因为这个动态的影片太快了 反而看不清楚 对静态的 因为他把这个箭头都给你标出来 有没有你看到这个大厅很大 因为厅大厅很大 在画面右边有一个蓝衣人 中间的部分一个 然后作者也有一位 然后这边还有一位 那穿的确实是很像 都是蓝色上衣牛仔裤 那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不知道 还有另外张画面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张画面 就是他刚讲的 这位女子呢 本来要出去 结果这位蓝衣人呢 就把她按回了她的座位 那手上还戴着一个手套 有没有 把她按回座位 刚好拍到了这一幕 好 还有一张 大家看到 这蓝衣人就看得很清楚 蓝色上衣 还有这个牛仔裤 这个目光看起来 是在一个警戒的状态当中 那么这个就是 刚刚那个隔放的画面 把这位女子按回了 她的这个座位 好 是不是还有一张照片 就看到 这位男子据说就是到门口 要把这个门关上的 附和说要关门 所以在这里面看到了很多 这位蓝衣男子 好多个 有没有 这边还有一个 角落里面还有一个 这是从事后的画面 出事之后 出事之后流出来的画面 觉得相当的不寻常 所以可见这是一个 就是极有组织的一个行为 好 我们把这些讯息丢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普迪又发 再发表了一次谈话 他在视察的时候 他就说 因为现在有一种氛围 就是北约要 要拉一个正当性 好像未来这个所有的出兵 等等都是一个正当的理由 因为俄罗斯打完乌克兰之后 很可能会进攻整个欧洲 所以这个普丁告诉大家 所谓的俄罗斯要跟北约作战 这个说法非常的荒谬 因为这是北约抵近俄罗斯 不是俄罗斯抵近了北约 还有俄罗斯会攻击波兰吗 攻击波罗的海国家吗 捷克吗 这叫做胡说八道 当然大家别忘了 这个也让整个战争变了值 3月22号克宫的发言人就说 目前是战争状态了 过去都讲特别军事行动 但现在讲战争状态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抗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再 tailor有预勇 你安法治 请安全 เล衡 订阅 �cję 都是